Youtube,你竟然迫害我! 嘩,Owen,我最討厭就是人們跟我說這句 迫害你,這句話由今天開始,你再不可以說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資格說了 嘩,Owen,這是你最後最後的機會 再拍一些右翔又沒有人理的廢片的話,你將會失去Youtube創作者最寶貴的東西 除了AdSense,所有Youtube創作者最寶貴的東西 哈哈,呃,怎樣?Owen,快點決定吧 但是我拒絕 歡迎大家收看,一直在進行關合作用的Youtube創作者Owen 米茄與MK,正被Youtube的不公平機制俠卓春代 請人的頻道,令人救救他吧 我是Owen 我是米茄 我是米茄 WOW Hi,怎麼沒鬼啦?出這條影片,怎麼搞的呢? 我們最近舔了東西 舔了什麼鬼呀? 你不要管啦,總之舔了東西啦 此乃危急存亡之秋也 沒錯,就好像一開始他們兩個這樣說 我們經歷了一些突發的事件 長程,其實我們在我們的社群功能已經全部打出來 那編文都說完了,還出這條影片,怎麼搞的呢? 其實都是那樣啦 就是在這裡再一次呼籲大家要follow我們不同平台上的社交媒體 因為接下來我們將會有新的安排 不是,當然有新的安排 那又有什麼禁新泳啊? 首先就是我們Facebook 除了會有我們最新的消息之外 我們接下來也會重新使用Facebook這個媒介 在Facebook上進行一些新的創作 這類創作雖然暫時都會以評論為主 不過就會嘗試用文字的方式去表達 而經過我們的三人民主制度的表決 我和Ringo都屬意 海哥會成為我們Happy Connor Facebook的總編輯 耶!民主萬歲 而且還會有海哥自己主理的專欄 Connor編輯室 從他奧運的角度,講到平日關注的大小事項 即是無緣無故現在要做總編吧? 是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決定Facebook的內容? 是啊 那好吧 我決定要加一個由何其主理的專欄 就叫做何其的生活除筆 還有再加一個由Ringo主理的專欄 就叫做MK果實能力者 不是吧?我不懂字的 我們投票表決吧 有哪一個反對我這個方案的 前主數 沒有 沒有 通過 這個提議就以2比1通過了 是啊 總之記得Follow我們的Facebook 還有就是我們Happy Connor的Instagram 接下來也會繼續以相同片為主 內容會集中在香港不同大事的紀錄 例如一直在做的當年今日 又或者是推廣一下香港不同的文化活動等等 主力推廣香港不同的文化東西 另外就是我們各個不同的創作者 都會有自己的Instagram 平日都會Post自己的東西 或者是創作的過程之類 那萬一這麼不幸 我們真的收拾Hi了呢? 不怕啦 我們還有Facebook Instagram 這些Social Media 不是啊 萬一Facebook的珠Hi伯格 跟我們一起收拾Hi了呢? 也不怕的 我們還有Twitter 不就用Twitter做我們後備通訊傳播的地方 如果大家在YouTube 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都找不到我們的話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去我們的Twitter找我們了 所以說到最後也是那句 彌彩講過 重要的東西要講三次 所以大家要記住 記住 記住 要Follow Follow 和Follow 啦 那不就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了是時候 一起走到回家了 因為現在走回去 都應該要三四個小時 喂 好像還有東西說的 是啊 是這樣的 因為有很多大兄姊妹都問過我們一個問題 又問什麼 是否我們平時在這裡儲存 說這麼多廢話 但錢又不見你儲存這麼多 那當然不是啦 他們是問 有沒有辦法貢獻少少肥料 去幫忙培植Happy Corner 這個本屁又沒有人認識的植物圓 其實主要都是那三個方向 首先YouTube內置了會員功能 會員功能即是在Subscribe、訂閱的按鈕 旁邊有個寫著加入的按鈕 會員會分五個不同的級別 每一層上去就會多一個獎項回報給大家 分別就是每個月25元就可以成為基甲工兵 每個月50元就可以成為精危戰將 每個月100元就可以成為化學司令 每個月200元就可以成為生物參謀 最後每個月400元就可以成為黎明 這些這麼有taste、這麼有品味的名字 一看就只會出現我們偉大的本土創作 不過這裡也要跟大家計算一下 剛才Ringo 也說過 會員是每月收費的 而基本上這個會員收入 我們跟Google的分成是7-3比 簡單來說就是 當你每個月給25元成為我們的基甲工兵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刀手的其實只有其中的17.5元 而剩下的7.5元就會到Google的春袋 沒錯,另外一樣也是youtube的內置功能 Superchat其實也是這樣 這個就可以讓大家選擇你想到來的金額 但就會有一個限制 就是大家只能在我們做直播的時候 基本上只有星期三晚的心事台 以及星期六晚的心宵角落頭 在這兩晚到來給我們 而大家Superchat給我們的善款 是一樣都好像會員功能一樣 跟Google 7-3分帳 即是如果你Superchat到來100元給我們的話 我們到最後落袋的就只有70元 Google就會拿到剩下的30元 哦,我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嘩,什麼Google吃水這麼深嗎? 那大家又真的沒有說錯 Google真是很冷 喂喂喂喂 不過這樣,Google有張量計 我們都有過場梯 而這個就是Streamlab 沒錯,我想大家如果平時有留意到 我們影片下方的Caption 應該都會對這件事很熟 因為我們Caption頂頭第一條link 就是我們Streamlab的link Streamlab對比YouTube內置道理方式 首先,Streamlab上面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想道理的金額 由於他們是用PayPal的關係 所以他們只會扣除成本 大概是本金3%左右的服務費 因此我們實質落袋的道理 就會比之前那兩個方法多了 講到這麼多道理贊助我們的方法 我們都要講回我們對道理的三不一門有原則 就是不主動要求 不鼓勵追求 不抗拒收受 以及弟兄姊妹都沒有必要到來的理由 所以大家隨緣落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用其他方法支持我們都可以 只要將你們覺得不錯的影片 推薦給身邊的人 以及呼籲他們subscribe我們 其實這樣對於我們來說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支持 那就找HIGH陣了 而在這裡最後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的我們 那就找HIGH陣了 喂喂你沒話說不如就這樣吧好嗎 對呀我也是時候走回家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Bye